Hyperloop One近日公布了與布蘭森的維珍集團合作的消息 不過 雙方沒有透露維珍集團投資的具體數額 有消息稱 Hyperloop One的幾位創始人 都曾在維珍集團下屬的維珍銀河公司工作 Hyperloop One旨在開發一種 由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提出的超級高鐵概念 像膠囊一樣的車廂 以磁懸浮的方式在真空管道中行駛 最大程度的減少阻力 最高時速可達每小時670英里 這意味著從紐約到華盛頓 或是從霍山基到舊金山的車程 將減少到半小時以內 今年7月 馬斯克曾表示 他已經獲得了非正式的口頭承諾 允許在紐約和華盛頓之間修建新概念高鐵線路 但是 關於具體時間表的信息並未披露 此前Hyperloop One在8月宣布 在拉斯維加斯沙漠地帶完成了第二階段測試 速度達到每小時192英里 創造了新的測試記錄 海報一會兒 作詞對抗言 制作詞對抗言 比不上 對抗言